花海航行 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 世界科幻巨著 星髓 作者 罗伯特·里德 在远未来时代 人类的活动范围已经远超太阳系 并已经发现了外星种族的存在 未来人类的大脑由生物陶瓷 超导蛋白质 量子微管 和形态古老的脂肪组成 极其致密耐用 而且衰老和疾病早已被人类征服 人类身体可以承受极重的创伤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和生物陶瓷 不被彻底摧毁 那么这个人就可以通过修复 而永生不死 偶然的一次机会 人们在宇宙中发现了一艘 处于休眠状态的巨型气船 这艘巨船看起来就像是 由一颗类木行星改造而成 其体积足足有一颗真正的木星那么大 在全副武装的船壳之下 是冰冷而广袤的岩石表面 其上面是纵横交错的宽广通道 以及无数的舱室 没有人知道它来自于何方 将去向何处 它或许一直在宇宙中航行 直到被人类发现为止 此后 人类探险者登船造访 发现上面空无一人 探险者们为每一条隧道和裂缝 绘制了地图 并进行了命名 每一个空旷的舱室 都获得了特定的名字 至此 这群人类探险者 开始在巨船上定居 在这艘巨船上 空间由外层向内 被分为多个层次 其中由水和鞍甲丸和龟 组成的浩瀚海洋 在不同的深度 逐次被发现 海洋下面则是更浩瀚的 液态轻的汪洋 人类修复了巨型反应器 并成功启动了大引擎中的一个 结果表明 喷射器的温度和功效 无比惊人 此后 人类通过星际法和废弃船支法 向整个银河系通告 这艘船是我们先发现的 它属于我们 部分后来的闯入者 采取极端行动 毫无预兆地发起了攻击 火力全开 轰向巨船的装甲外壳 但是漫游在宇宙中的巨船 既然能承受无数巨型彗星的撞击 它们的穿弹和X射线激光器 又怎能伤及巨船分毫 巨船的航速极快 即使旋转180度 发动引擎 直到耗尽燃料 还是会快到在任何地方 都无法停靠 毕竟二十个地球质量的东西 可不是随便停下来 作为这艘船的发现者 和第一批登陆者 人类推选出了首领 和无数优秀的船长 船长按等级划分 听从首领的命令 并管理整艘巨船 首领做出了伟大的决定 这艘巨船 将接受旅程预定 一段环绕星系的旅程 一次绝无仅有的旅行 即将开始 任何富有的顾客都将受到欢迎 不论沿途遇到的是人 外星生物还是武器 幻生 是位举足轻重的船长 更难得的是他的才华 他熟知外星物种的天性和习俗 擅长带人接物 所以首领安排 由他来迎接各种外星种族 和把那些不安分守己的物种 送回老家 有一天 幻生收到首领的命令 前往巨船的燃料罐 待幻生抵达 很多船长正在议论纷纷 大家都很好奇 为何首领会选择 这么奇怪的会面地点 首领开启全息投影 巨船的模型漂浮空中 紧接着 他把空气 岩石 水 一层层拨离巨船 直到最深处 则是一种奇异的 透明的金属 首领宣称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现 巨船上有通向内核的隧道网络 每一条都有超纤维和能量幅并加固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 很多隧道都已坍塌 通过震波 中微子丞相等智能分析 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内核是空的 内核里有一颗真正的星球 它富含铁 有大气 大气中有游灵氧 而且有足够的水 汇成了小型的河流和湖泊 首领把这颗星球 命名为水星 寓意 血液诞生的地方 首领派遣 由麦尔辛副首领 幻生等高阶船长 狄雾等低阶船长组成的队伍 前往探索水星 麦尔辛在整条船中的地位 仅次于首领 他是首领终成的追随者 命令的执行者 船长们修建了一条连接水星和燃料库的通道 他们称之为桥 通过这座桥 他们来到了水星 水星上的生存环境恶劣 地壳崩裂 地震频发 铁水会时常从地下涌出 起初对水星的探索还算顺利 他们认为 水星是从大船内核弯下来一块 然后打造而成的 并且在某种支持力场的作用下 水星在不断地膨胀和收缩 他们猜测着水星的作用 认为水星是为巨船提供能量的核心 几天后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发生了 通讯设备被中断 飞行设备一气在逃亡的时候被坠毁 船长们被困在了水星 而这一困长达四千多年 在随后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他们一直在等待救援 可是救援队并未出现 或许首领早已经忘记了他们 由于经常地震 他们仿佛变成了游民 时常迁徙 用奇异植物建造房屋 同吃木昆虫成为食物 麦尔辛开始对首领产生憎恨 憎恨将他们抛弃在这个可怕世界 他曾亲眼目睹他的部下 被岩浆慢慢吞没 痛苦给麦尔辛带去了难以置信 无穷无尽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 麦尔辛领导着水星的生活 逐渐舒适起来 他们通过人工受孕 让女船长们有了短暂的生命能力 麦尔辛作为最高首领 第一个身先士族 所以她的孩子最大 取名为提欧 幻生和迪雾也有了孩子 取名为洛克 有了儿童便有了新的可能性 至此 水星上出现了第二代人 而本故事的下半部 将集中在第二代人身上